我们今天是家庭系列的第四讲 婚姻的能力 很感谢神能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分享 保罗在以佛所述的前三章 是讲到神的救恩是神的大能力 他将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 能够从那死亡的光景里面复活过来 让我们进入神的家庭 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然后从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保罗是讲到蒙恩的人 在蒙恩的人 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 如何与这蒙恩的招相称 他从第四章讲到第五章的中间 那第五章中间的开始的时候 他从神的大家庭里面 转到了个人的小家庭的原则 讲到三种人与人的关系 其中婚姻的关系是最重要 也是首先提到的 那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林牧师已经讲到前面三讲 婚姻的意义 独生是什么一回事 婚姻中的角色 今天我们来分享婚姻的能力 今天是母亲节 也是祝福教会家庭中所有的母亲们 节日快乐 愿神纪念母亲们在家庭中许多的辛苦 许多的付出来祝福母亲们的家庭 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 我也想到自己的母亲 她和我的父亲进入这样一个婚姻 已经67年了 已经67年 但就在他们婚姻的第六年的时候 那时候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 我的父亲因为救助人 反而为自己招来大祸 在那一刻 不仅是我父亲 而且是我这位母亲 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要她离开这个敌对的人 我的母亲长得不高 瘦瘦弱弱 当时才二十几岁 但却承受了这三大的压力 大家看到这一张照片 这是在他们分开12年之后 我父亲终于能够回到母亲身边 长相聚的时候照的 那在12年的最后几年的时候 我母亲开始有机会去访问 每一年拜访访问我的父亲的时候 我也是在这最后几年出生的 要感谢我母亲的爱和坚持 为这个家挡住了风雨 那神在婚姻家庭里面 是要用婚姻来祝福和带领人的 因此他赋予了婚姻 每一个人里面真的是赋予了极大的影响的能力 能够在这一生里面 来彼此的扶持帮助 而且还不止这一生 常常可以带到永远里面去 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设计 对婚姻的设计 祂的心意的话 如果在里面坚持爱和忍耐 彼此恩慈相待的话 即使还没有信仰 也可以在这个婚姻里面 这一生里面 带来许多对对方的帮助和温暖 但我们这一群人 在神眼中更是那特殊宝贵的一群 以佛所讲到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在神眼中是宝贵的一群 是神的儿女 神更愿意 祂的能力 能够在我们这一群神儿女的家中 能够活出来 今天我们会从三方面来分享 婚姻的能力这个主题 第一点 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 我们首先要分享一点 普通却有能 普通却有能 保罗在以佛所述 他分享的时候 他这样说 你们做妻子的当 你们做丈夫的药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想看到一个父亲 他把自己的女儿们叫到一群说 女儿啊 你们当 他又把自己的孩子儿子们 叫在一边说 你们做丈夫的药 保罗是单身的 神借着他 却向每一个妻子 每一个丈夫说话 这是因为神看重 我们的每一个家庭 神看重每一个婚姻 保罗熟悉 以佛所的弟兄姐妹 这封书信 可能作为循环的书信啊 他也认识很多 循环教会的弟兄姐妹 但他却是 对每一个妻子 和丈夫说话的 就是那普普通通的妻子 你可能会觉得 你的婚姻 非常的普通平凡 或者觉得 你的婚姻有特殊 里面有困难 但神却愿意说 你们女儿们啊 当儿子们啊 要 我的妻子 和我进入婚姻的时候啊 是她刚从大学校毕业的时候 所以她一只脚跨出 那个大学的校门 另外一只脚 就跨入了婚姻的家门 成为我的妻子 我们的婚姻啊 也是非常的普通 有起伏 却没有大的风浪 但神却也愿意 来看顾我们这平凡的婚姻 她有许多恩典的带领 就是我这位普通的妻子 在千万人中 平平凡凡 却也是存在这句话说 你做妻子的当 我也是一位普通的丈夫 神也对我说 你做丈夫的药 你做丈夫的药 但对我成长和人生啊 影响最大的 恰恰只有我这位普通的妻子 普通却有能力 因为神的心意 是要借着婚姻 来赐福带领的 保罗在这儿也提到 婚姻的二体性的特征 这是从创世纪的经文出来的 二人一体啊 一体性的特征的时候啊 这有一个是讲到说 这个婚姻里面的影响力啊 是全面的 我妻子跨出校门 从此就跟我住在 同一个屋檐下 在时间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和我相处如此的长 我跟我的父母啊 很相爱 但也就是 不到17年的时间相处啊 我们如果有儿女的 会知道 小孩子到18岁 她上大学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 相处的时间很少了 但我认识我的太太 已经超过人生的一半以上 在信仰上 我的太太进入婚姻的那一刻啊 还没有认识这位神 但出于爱 他却愿意去认识 我相信的这位神 在信仰上是帮助 和陪伴我的生命的啊 而且 他也是在 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因为忧愁一起哭 会因为困难 在那儿一起忧愁犯愁的时候 也有一起欢笑的时候啊 一体性 意味着凡事被婚姻关系 碰触到的人 每一个角落 没有不受到影响的 你的原生家庭 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你的健康 你的时间的安排 你的情感 你所读的书籍 你怎么安排时间 你怎么去选择电影 甚至是死亡 在过去这几周 我们正好碰到我们去立遗嘱 因为我们老大正好成年了 你知道谁会决定你最后一口气吗 当你不能做决定的时候 原来遗嘱里面选择是配偶 这就是婚姻关系影响的能力 凡是你人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一点不被碰触到的 没有一点不被碰触到的 婚姻关系 这个影响的能力啊 是我们看到 夫妻俩在一起的时候 会带来的 神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这普普通通的人啊 就是会不一样在婚姻里面 我的妻子啊 她很早 她进入婚姻是一起的 但是她很早就学会 在婚姻里面一些智慧 我发现她早早地就学习 在我们有争执的时候 退开 后来她告诉我说 已经决定要过一辈子了 吵好吵坏 过几个小时 又要活好 何必做那无用功呢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关于婚姻好的过程 也有很多好的牧人 去做婚姻的教导 但我要记住其中几句啊 真的是不容易 但我这位普通的妻子 她的一句话啊 对我却是有过人的影响力 在准备这个婚姻过程的时候 我们俩也谈到 在婚姻里面有许多的挣扎 有困难 有软弱的时候 但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丈夫 最普通的妻子 神却可以使用 只要愿意 哪怕是一点的心思努力啊 就会产生影响力 普通却有能力 你就是那个有能力去影响 祝福你婚姻的人 我们也要从我们在基督里 新人的这个身份 去思想这个能力啊 保罗在提到 二人一体的特征之后啊 他马上就讲到基督和教会 原来啊 保罗是要我们透过福音 透过基督和教会 那天上的婚姻啊 去看我们个人在地上 那平凡普通的婚姻 在地上那平凡和普通的婚姻 我们在婚姻中 去认识婚姻的能力啊 也要透过福音中 我们的身份 新人的身份 我们是谁来认识啊 我们是谁的认识啊 其实会影响我们每天做事情 我就讲一个例子 在疫情期间啊 周间的时候 每天早上我起来干什么呢 我就会走到客厅 我的办公做前 坐下来啊 就登录公司的丈夫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认识我是谁的 其中一部分啊 我就是这公司的员工 如果我认识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那我早上起来想的 就不是登录电脑了 就是出租车和顾客 我们每一对夫妻配偶 进入婚姻的那一刻啊 在婚礼上 也是被称为新人的啊 一个是新郎 一个是新妇啊 神设计婚姻啊 非常的提妙 不同的背景的两个人 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啊 年龄承受之后啊 他们却要走在一起 成为一体 来建造一个全新的家 不是父母的家庭 而是他们自己 属于自己他们新的家庭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他们要放上自己的全部资本 无论是他们的情感 他们的时间啊 他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学习啊 新人 创造 新家 婚姻在从他的开始啊 就带着新的特征 但是啊 没有福音的时候啊 婚姻这个崭新的开始 常常不能达成 神美好的心意啊 婚姻好多时候 就像一个清澈的火流 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美丽 但是随着它流啊流啊 它的水就被吸干了 里面就显出了枯干的火床 留下伤害的印记啊 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两个好人走在一起 那婚姻的路啊 却越来越窄了 那婚姻路却越来越窄了 不是神设计错了 来是他让我们回到基督里的 这个新人的身份啊 去看我们的角色 回到我们基督里新人的角色 来看我们婚姻的能力啊 杨木谷是我喜欢的一个作者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啊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是软弱的 因此我们是上帝需要的仆人 神要赐福婚姻 正是要借助我们婚姻中 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接受自己的软弱 但却看到 无论是一个牧者 无论是一个树林的长妹 无论是一个初信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在婚姻中 承受的能力是同样的 我们每天需要扶着父神的手 往前走 乃是那新人的生命如此去行啊 我们在婚姻中啊 也需要确定 神的心意会来到婚姻中工作 因为这是父神的工作啊 前一阵 我在前一阵的时候 我给我们家老三 买了一个很美丽的拼图 是他最喜欢的主题 非常的大 他收到的时候啊 他就非常的高兴啊 但就在那一刻 他就突然就担心起来 这么大一个拼图 他不能完成怎么办呢 我早就想好了啊 在那一刻我就对他说 我也想看到 这拼图完成的美丽 所以我告诉他说什么 我说我会陪你完成 他一下就放心了 如果他想达成的心意 和父亲的心意是一样的 那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们对我们所看重的婚姻啊 也当如此去看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的 和自己的方法 抓得牢牢的啊 让神的工作 在这个婚姻之外的时候啊 我们已经被赋予这样的能力了 我们已经被赋予这样的角色了 但很多时候啊 却是软弱 带来伤害 带来破坏啊 但如果我们允许 神工作的心意 在我们的婚姻中啊 那就是会不一样的 那就是会不一样的 在加州代理我认识 新人身份的那个传道人 他和他的师母的婚姻啊 就是两个好人走在一起 却会走到悲剧的一个故事本来 那个师母 他从小受到父亲 重男轻女的伤害 他的母亲因为生的 都是女儿啊 他父亲就另娶 他父亲在这个婚姻里面啊 他要达到的目的 不是神的心意 带来许多伤害 让这位师母 对爱和婚姻 有许多扭曲的认识 这位师母啊 也带着自己的目的和方法 进到婚姻里面去 他想得到的是 对自己的肯定和爱啊 但两个好人走在一起 却带来极深的伤害 在他们小孩11岁的时候 婚姻快走到结束了 在那一天 这位师母啊 从来不去教会的 却走过一个教会的时候 进入到教会里面 坐在那 那最后一排 独自的痛哭啊 他最想得到的 却没有得到 但那不是偶然 当我们的人啊 让神的心意 能够进到家庭和婚姻里面的时候 神原本美好的计划 就开始了 他进入了这个信仰 也重新得回了他的家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和他的先生在一起 已经是一对 非常令人羡慕的夫妻了 令人羡慕 而且他的孩子 从11岁的时候 重新看到父母的相爱 成为了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传道人 普通却又能 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 他要完成的 这就是神的精心杰作 父神愿意看到 他美好的计划 像那拼图一样 美丽地在我们人生里面完成 我们在婚姻里面 我们就是普通的丈夫 普通的妻子 但透过了新人 软弱 却相信去扶着天父的手 透过我们愿意让父神 进入我们生命中 去工作的那个心意 我们就能够去成为 那个有影响能力 祝福我们婚姻的那一对 下面我们会讲到 婚姻能力的第二部分 是真正教人受益的能力 真正教人受益的能力 我们也会从三方面来讲 第一方面是讲到真实的能力 爱的能力 和同心佩大的能力 我们先讲真实的能力 保罗在以佛所书 这一段经文里面 大家会注意到一个特征 是什么 它是用身体来比喻 我们在婚姻中的关系的 丈夫是头 妻子是生子 这儿讲到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用一个身体来讲的时候 是讲配偶双方 你们是身体的 同一个身体的一个肢体 同一部分 你们的亲密连接的 这个亲密连接啊 就带来婚姻的第一个能力 就是显露真实 就是显露真实 真实的能力 真实的能力 如果我们用身体去思想啊 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们会同意这一点的 因为什么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摔下来 速度很快 摔一段几根肋骨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啊 我整个身体 都会真实地 去显露出这个肩膀的 真实状况 是软弱的 是疼痛的 是不能去做事情的 而且整个身体 也会照顾 这个肩膀啊 所以当我们进入婚姻 成为同一个身体的 一部分的时候啊 那一个 这个事实 就会显露出 彼此显露出 那真实的自己啊 保罗在以佛所书第四章啊 他讲到我们在 神的大家庭里面 也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啊 他讲到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 其实也可用在婚姻里面 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 如何相处啊 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 过人与灵舍 说实话啊 这就是讲什么 我们要说真话 要真实相当 要明白婚姻那 显露真实的能力啊 我们需要承认 首先需要承认 婚姻认识真实的能力 不然的话 我们会错过很多好的机会 其实我们做人啊 许多时候有些东西是隐藏的 在我们人生里面 甚至我们作为自己啊 都不太了解自己 必须要和人相处的一个关系里面 才能了解 大家同不同意 就像小的时候 我们带我们的小孩啊 我想起来 就像带小孩去看那魔术师表演的时候 当那魔术师将两瓶透明的液体啊 能够显出认识对方和自己的真实 有一个作者 他写过一本书 叫《改变带来医治》 在那本书里面有一章的内容 是讲到说 当我们还没有长大 那不是讲我们还是年轻的 年轻少年的时候 那是讲到一个人啊 已经长大 年龄已经成人的时候 在他里面却还有很多很多 不成熟的地方 他讲到很多点啊 其中一点是讲说 过度需要许可 这是讲说什么呢 是讲一个人 他里面的不成熟 在他长大的时候啊 不成熟 他失去了一种能力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能做得很好 但他不会觉得好 他必须要一个人来许可他 他才会感觉是好的 当这个过度的需要许可的时候 正好反映他里面 一个不成熟 一个失能者的本相 另外一点是什么 是经常说 你不可以这样 这是表示 在他成长的背景里面 他对新的事物 养成了一种惧怕 这也会在人际关系里面 带来许多消极的成分 彼此去拒绝 这种你不可以这样 是不敢 惧怕去尝试新的事物 还有一点是什么 是不能接受差异 那是什么 当别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如果你有这个不成熟 你就会觉得 不平安 不安全 你会觉得错了 总是什么事情错了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演 你知道我读到最后一点 这个不能接受差异的时候 我想起什么吗 我想起原来 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 交流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和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好好地听 你不能好好地说 其实不是那个人有错 是那个人和你的交流 显出你不成熟 我跟太太经常用这句话来开玩笑 你不成熟 对 但是这种显露 最明显的是在婚姻的关系里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们常常外面 有厚厚的一层保护自己 但在婚姻配偶之间 那些伪装 那些外面的包装 都被揭开了 所以我们经常 没有认识到婚姻这个 显露真实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面对配偶 对我们指出真实 我们是拒绝的 我就是这样 我会拒绝他指出的那一点 我会纠缠在 那个事情的对错上面 也因此我错过了很多的 警醒和成长的机会 警醒和成长的机会 Iis说过一句话 非常有智慧 他说你没有看见的 你不可能医治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 都是神还要改变的 要医治的 认识真实 是神要帮助你必须的途径 我们要常常感谢我们的配偶 来到我们的面前 而且他愿意指出我们的真实 指出我们的真实 在这里 这个经文里面 还讲到神来的真实 是为了造就人的 神的真实是造就人的 他讲到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这个污秽不是污言汇语 不是污言汇语 污秽是败坏的意思 是讲这个人说话 是让一个人 在他一生走过的时候 却不能得到益处的 不能成就事情的 都是白费事了 而神来的福音的真实 是造就人的 如果大家去看 《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耶稣的家谱 会读到旧约的一本 一个主人公的名字 路德 路德记 路德和波阿斯 是一对美满的夫妻 但路德这个人 从世界的眼光 世界的败坏里面 却是看不起的 拒绝的 不要娶的 你知道不要娶他那个人 在圣经里面 没有留下他自己的名字的 圣经称他叫脱鞋之人 因为什么 他看人的眼光 是从世界的眼光去看的 他拒绝神的诫命 拒绝按照神的眼光去看事情 波阿斯却看对了路德 路德是 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她极其贫穷 需要去捡卖税 她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 但波阿斯却看到 路德是一个美好的女子 所以在他们的婚姻里面 成就了一段美丽的婚姻 随时说造就人的话 我因为不认识 原来婚姻中可以认识配偶 原来婚姻中可以顺着神的眼光去行事 我错失了很多机会的 我在我们婚姻的一段时间 我太太去选了大半年的数据库管理的 如果我的信仰让我认识到这个真实的能力的话 我会明白 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我太太的恩赐 这不是她的恩赐 这不是神对她的带领 学习智慧需要经过 需要时间 但是如果能够早早地认识这个真实的能力的话 就能赐福你的婚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 是婚姻里面是得到这个真实的能力 可以如此去影响赐福你的婚姻 下面我们分享另外一个能力 是爱的能力 彼得在圣经里面提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你们若顺从福音的真理 你们就会彼此切实相爱 从神来的真理 是和爱一起同行的 保罗在以佛所书这里也讲到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要爱你们的妻子 真理没有爱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病人躺在那手术台上 那大夫把他身体打开看到病了 却转身就走开了 多可怜啊 我们有的时候就把我们的配偶 放在这个可怜的境界 我们觉得我们说了一句真话 对方不接受 但交流里面 你说的内容只是小部分 你的语气和态度 却是很大的交流成分 只有爱才能带来真正的敬重 真正的尊重 你说的话才能让真实的认识啊 去帮助你的配偶 去帮助你的配偶 我们从三方面来认识这个爱的能力先 第一方面是什么 这是爱和顺服 不是第一人一等 是属天的生命 是基督属天的生命 你牧师在过去几周里面啊 已经对这个属天生命 讲了好几次 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为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很重要啊 我们这个世代啊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来表达 这个世代是一个扔东西的时代啊 怎么说呢 我们去买一个快餐啊 外面很漂亮的包装 里面几个鸡块 你把那个鸡块一吃 不需要了 怎么办呢 这个漂亮的 这个外面啊 你就扔掉了啊 我们许多时候买一件衣服 一双鞋 一个手机啊 当时很满意 一转身觉得过时了 那怎么办呢 扔掉 只要不满意 就去换掉 就扔掉啊 但神尊贵的生命啊 祂的形式为人 不是这样的 神真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软弱破碎 真的是很多方面是不值得的 但祂对待一个人啊 是极其有耐心的带领 是用基督舍己的爱来帮助的 我们许多时候不愿意爱啊 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 我们得到的爱是什么样的 杨木骨说一句话啊 他说一个人啊 应该过人性地走到 那个基督的十架前 在那一刻啊 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已经救赎了 都已经是美好的了 但是你一个人罪的影响啊 并不能让耶稣免去上十字架 才能消去你罪的影响 耶稣不能从十字架上走下来 用针刺指头一个雪地 说就够你用了 耶稣同样要舍去祂的生命 经受那个羞耻 才能洗去你一个人的那罪的影响 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原来承受的是这样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保罗说 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能慈爱的儿女一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 许多时候 那个爱是要从愿意开始的 这也带出爱的能力的第二点认识 就是拥有性啊 保罗在这一段的吩咐啊 都是用当来讲的 都是命令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像那主人向仆仁吩咐的时候 那银子已经交在仆仁的手上了 那投资的本钱已经拥有了 只要顺着主人的吩咐去行就好了 这叫我们拥有性啊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像挤牙膏啊 Chapman他 I.S.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 他说什么 他说 你没有拥有的东西啊 你不能拿出来给人 你没有拥有的东西 你并不能拿出来给人 这让我想起爱和挤牙膏啊 当牙膏里面是空的 你怎么挤 也就是它头上挂着一点 你一松手又缩回去了啊 但如果你爱里面是被 耶稣基督的爱 丰丰丰丰丰丰丰的充满的时候啊 你是轻轻一按就挤出来了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啊 其实是有不同的难处的啊 有的时候我们配偶彼此相爱 更容易一些 更容易一些 但有的婚姻啊 在爱里面 当我们面对真实的那一刻啊 是非常的困难的 是非常的痛苦的 但保罗这里用命令告诉我们 这段话 他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配偶啊 不是那破碎了屏幕的iPad 不是那几代之前的iPhone啊 我们的配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是有感情的 是和你在同一个身体里面 有同一个家的 那撕裂他也会感到疼痛的 即使我们在基督里面 愿意啊 神看到 愿意用那 开始用那一点的爱 去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 也会产生影响力 而且这样的爱 是带出行动性的 是在我们生命中小的事情上的 命令并不是虚的一个东西 是在我们生命的小事上 也要显露出来的 是当我们决定 去什么地方吃一顿饭的时候 是当我们对方犯一个错误的时候 当我们决定 我们一段时间假期怎么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些事上 学习去爱我们的配偶啊 爱的能力啊 第三点是带来医治和更新完全的啊 前部门的书里面 他提到一个成人 有一天来到他的面前 来诉说啊 他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啊 带给他的伤害和软弱 在他的成人之后啊 却一天一天地更加地强烈 他失去了对爱和婚姻的信息 他周围的朋友啊 一个个交友进入婚姻的时刻啊 他发现他成了一个感情上的失能者啊 这种感情上的失能者啊 失去的爱 需要爱来帮助医治 在我和妻子的婚姻里面啊 我们也曾经要面对原生家庭 带来许多的伤害啊 但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行动上 在我们的小的事情上 看到对方也是一个有需要的血肉之区的时候 我们这样去 且实地相爱的时候啊 那个爱 会让那个伤口的地方啊 开始于火 曾经不能谈论的 曾经不能碰触的地方啊 在神带领了爱的能力下 慢慢知道对方的接纳 慢慢知道彼此可以一起 去看这个需要神帮助的地方 更新和完全啊 保罗在这儿讲到 基督的教会 带来医治 带来更新和完全 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不是说我们的软弱 就会消失掉了 这是讲说 那个地方就是神可以做工的地方 婚姻我们最大的难处啊 常常最大的难处 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婚姻 好像看不见改变的可能啊 但是 但是 在婚姻里面 两个人还是有血肉的活人 还有成长的可能 神带来真实的能力 和爱的能力 真是帮助我们 可以在婚姻中继续成长的 继续成长的 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啊 我也不是 那个二十几年前 刚刚迈入婚姻的 那一位傻傻的丈夫 我的妻子 她也不再是 那刚出校门 进入婚姻的妻子了 相爱和真实 带来我们生命里面 神要做成的 这医治和更新啊 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配搭和担待的能力啊 同一句经文啊 我们去思想说 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这不仅是对丈夫 妻子说的意识的话 这也是一生的一个功课 我们要学习的 这也是一生的一个功课 我们要学习的 你知道一生的时间很长啊 就是两个硬硬的金属啊 触碰在一起 他们彼此也会融合啊 那我们两个活人在一起 配偶两个活人 在一起的时候 更是能够成就 这个佩大的能力 佩大的能力啊 第一点原因是什么 乃是因为啊 两人比一人强 在婚姻中 两人同心的时候 就带出在风浪里面 更稳定的力量 在我父母的例子里面啊 他们经历的 在那一刻 我父亲最困难的时候 自保长切不能 更不要说帮助妻子 帮助孩子 帮助家庭啊 但是两人比一人强 我的母亲在那时候 承担的那个压力啊 就保护了这个家啊 所以两人长时间的配合 同心配搭 是带来更有力量的 但这个力量 神要使用啊 不只是在那困难的时候 也不只是让我们更有力 好像平时更舒服 婚姻配搭的能力啊 是意味着 两个人在一起 可以走得更远 可以看得更远 就像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只有一只脚 站在这里啊 那我们这只脚要支撑 我们整个身体 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更不要说往前行几步 但如果有另外一只脚 来配搭你的时候啊 或慢或快 你却可以稳稳地前行 人生可以走很远的路 可以爬很高的山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 在我们的生命中 神给我们放下很多成就他 美好计划的那些机会啊 但我们一个人的力量软弱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退却了 我们就会失去那抓住的 要抓住的机会啊 但两人比一人强 两人同心的时候啊 可以一起去抓住神赐的生命 带领的机会 行得更远走得更高啊 昨天我们全家去参加DTS 我的毕业典礼的时候 在我旁边坐了一个白人的弟兄啊 高高大大 比我高出一个头啊 他在那一刻啊 他很高兴 他就跟我分享啊 他说他是花了八年的时间 完成同样一个学位啊 然后他下一句话非常让我感动 他说他要在这个时间完成的时候啊 他也看到妻子有他的护照 他愿意回到家里去为这个家庭 为孩子去乘更多的重量 就像这两只脚能够替换 存在 但担当的时候啊 两只脚就可以行更远的路 婚姻里面讲到这四种能力的时候啊 是讲到过人家庭里面 配偶彼此的帮助 最后我很短地想分享一下 原来我们周围有许多家里的帮助 周围有许多家里的帮助啊 我会主要分享第一点 属灵的群体 在我们周围啊 不仅是有自己的这个小家 也是有属灵神的这个大家啊 属灵群体带来三个帮助 第一点是 在这个属灵群体里面 有一群很有生命的属灵长辈和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婚姻非常地感谢他们 我们看到他们人生 经过婚姻的上下高低的时候啊 他们人生的经历就像那地上的脚印 我们看着他们榜样 一步步往前走 加添了我们的信心 这就是生命的榜样的例子 第二个是真理的教导 我们在加州参加很多婚姻的扩程 教会里面也非常多的教导 我们很感动的是 在我们结婚十年的那一次啊 他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爱我们 让我们有一次婚姻盟约坚定理 因为我们在婚姻里面认识 婚姻是一生的盟约 他让我们重新穿上新浪的衣服 我的太太穿上了婚纱 我们在神面前作为新人 来坚定我们的婚礼 向神说 这是一生的盟约 我们一起走 所以婚姻带来了第二 群体带来的帮助 真理的教导 第三点 不仅是真理的教导 不仅是人生的榜样 而是随时他们用爱来绑住 包纵我们 我们会软弱的时候 我们在个人的家庭里面 会有做不到的时候 但是在一个群体里面 他爱的拥抱来抱住了我们 生理也是这样 在我们的心中知道我们 显露我们的真实 他让我们明白神爱 是那不扔掉我们的爱 常常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来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分享这婚姻的能力 最后我用保罗的两句话 来结束这个分享 保罗说 在以佛所书 他讲到说 让我们知道 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愿我们弟兄姐妹 都愿意在神面前说 神啊 我相信 让我知道 保罗也说另外一句话 他说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我们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神的恩典 是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 来改变帮助我们的 让我们在婚姻中 紧紧抓住神的手 使用婚姻的能力 走完这一生 真的是走到 神恩典的宝座面前 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神啊 你是那位不放弃的神 你在我们每个生命里面 你从来没有放弃过 他也让我们 这蒙爱的儿女 学你的样子 能够彼此在婚姻中 得到那真实 相爱和佩搭的能力 来走过这一生 完成你美好的计划 也感受到 知道你那赐给我们的 大能大力 是活等的浩大 愿天父的慈爱 主耶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交通 常与我弟兄姐妹 每日同在 赐福所有的婚姻和家庭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祈求的 今天的崇拜到这里 耶稣基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